大家好,我是薄荷 心肌梗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出现心肌梗塞会引起猝死 所以预防心肌梗塞是非常重要的 当身体出现这三种症状 当心是心梗 一,呼吸道不适 在急性心梗发作时 心肌的收缩率会下降 心脏的排血量也会下降 所以心梗患者在发病前 会有胸闷憋气气短的症状 如果原先从来没有胸闷气短的症状 却突然有这些症状 就要警惕是否是心梗的前兆 二,手脚冰凉 心脏就像人体的一个泵 为全身各处提供血液温度 手脚是肢体末端部位 如果心脏出了问题 就会导致四肢血液循环不好 而出现手脚冰冷的现象 三,睡觉大汗 出汗是我们身体常见的现象 通常在冠心病发作前 身体的头皮 脖子 后背 手脚 或者是脚心 都会大量的出汗 无其他特别的明显征兆 即便不运动 坐着也会莫名出汗 夜间睡觉 容易惊醒 莫名的发热 出现这种状况 千万不要忽视 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平时也建议多喝山楂干 可以强行疏通血管 下面对身体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排除素变 给你一身轻松 换回你的青春 也苗条 下面教大家 早晨两个小动作 帮助你排清素变 一,碾压虎口 中医提醒 虎口指 手背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部位 其正中间有合骨悬 如侧时 可以将两侧虎口交叉 用大拇指在上面的手 稍用力 从手腕部向虎口 沿食指边缘碾压 每侧30次 并左右反复交替 因为碾压的是 手扬宁大肠腥的路线 因此坚持这个习惯 有助于排便通畅 二,干洗脸和掐揉头部 将双肘支在大腿上 五指分开 以指腹接触面部 先靠头部的上下运动 推压脸部皮肤30次 然后固定头部 用指腹由内向外舒展额部 眼带和鼻翼两侧皮肤 具有加快清醒提神的养生作用 接着将双臂抬起 五指弯曲成樱爪状 扣在头部顺序从前到后 从内到外做掐压动作 有助于进一步 行脑提神 同时要想能更好的清肠 最好是调整饮食习惯 不要吃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食物 养成固定时间排便多喝水 保证肠道通畅 避免食物堆积 多吃有利于消化的食物 来做这做那 却很少对手指进行按摩 其实手指上还是有很多穴位的 这些穴位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减肥 那不同的手指穴位 对应不同的身体部位 利用这些穴位 我们可以做到轻松减肥 瘦脸是拇指 大拇指上有多个 对减去面部脂肪有效的穴位 那用绳子或者是皮筋 在大拇指上缠几圈 刺激这些穴位 能够有效的去除面部脂肪 瘦腰、拇指和食指 将大拇指的第一节 按在食指的第三节上 用皮筋套在两根手指上 松紧那一 手腕内侧有膨胀感为宜 那另一只手方法相同 这个方法每天坚持十分钟 三周后就可以瘦腰 瘦腰、中指 在中指第三指节上 将皮筋绕成三四圈 这个方法能有效的减去腰部脂肪 因为中指第三指节 有能减去腰部脂肪的穴位 那套上皮筋三四分钟后 然后拆下隔十分钟再套上 瘦脸、中指和无名指 把中指压在无名指上 然后在两根手指的第二关节处套上皮筋 那松紧以手指稍有向内膨胀的感觉为宜 另一只手按照相同的方法套皮筋 那这个方法能够刺激中指和无名指上的相应穴位 消除面部的脂肪 提臀、无名指和小指 那将无名指压在小指上 用皮筋套住两根手指 第三指节中部 两手相同 那这个方法能够提臀 塑造性感翘臀 因为无名指和小指 根部有与胯部相关的穴位 每天套十五分钟能刺激穴位 向胯部向内向上收紧 起到提臀的功效 利用手指上的穴位减肥 不用特意花时间来做 可以利用我们看电视上网的时间 那这些方法虽然简单 但是却有效 特别适合不爱运动的女性 可以说是动动手指就能够减肥的方法 最亲密的伙伴 那双手就是身体自在的保健仪 常做几个小动作 就可以疏通经络 达到防病健体的目的 一、拍手心 将两手食指伸直 张开 然后手心相对 两手相合 拍打手心一百次 以微微发红发热为度 拍完搓一搓手心 可加快局部血 循环及产热 手心所在的血区 对应于消化系统 有万肤胀满 肤痛肤泻 打嗝反酸等脾胃不合症状的人 不妨试一试 二、拍手背 将两手伸直张开 手背相对 两手相合 拍打手背 做一百次 以手背微红热为度 手背所在的血区 对应整个脊柱 包括脊、胸、腰、底锥 有脊椎病、腰椎病等脊柱不好的人 就不妨多拍拍手背 三、拍掌根 将两手向上翘一翘 在手心相对 露出掌根 两手掌根相合 拍击一百次 以掌根微痛 能够忍受维度 掌根所在的血区 代表的是泌尿生殖系统 经常拍一拍掌根 健康人也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 四、食指相扣 两手食指相对 一手的五指 分别与另一只手的五指 扣肌一百次 以指尖微痛 微胀为度 护后对相应关节 引起的关节炎 关节疼痛 都有不错的缓解效果 五、虎口对肌 两手拇指 食指张开 虎口交叉 轻轻接触 再相互对肌一百次 左手虎口对应脾 右手虎口对应肝 两手虎口相肌 两脏关联 对于肝育脾须 肝脾不合者 有一定的效果 那手上的血胃非常多 拍手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通筋活络 加强五脏六腑的功能 得胃病的人越来越多 那饮食不注意 很容易得胃病 如果忘带胃药 那胃疼了怎么办呢 如何缓解胃痛 中医血胃按摩 可以缓解胃痛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 按摩四个血胃 帮助我们缓解胃痛 一点按足三里 足三里穴 位于膝盖边缘下三寸 相当于四个手指并拢的宽度 在颈骨和肥骨之间 以两手拇指端部 点按足三里穴 平时36次 痛时可揉200次左右 手法可重 二 揉内观鞋 内观鞋位于手腕的正中 距离那腕横纹 约三横指 三个手指并拢的宽度 那在两筋之间取鞋 用拇指按揉 定位转圈36次 两手交替进行 疼痛发作时呢 可增至20次 三 揉中腕鞋 中腕鞋位于我们肚脐上 正中线4寸 约五横指处 那按摩这个血位 对各种胃痛 迟到逆流 打嗝 穿漏漆装 着凉 引起的胃痛 以及胃气冲心 而感到的胸闷等 都可以拿起到缓解作用 治疗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 四 揉按腹部 两手交叉 男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女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以肚脐为中心 揉按腹部画太极图 顺时针36圈 逆时针36圈 此法可止痛肖胀 增进食欲 胃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器官 请好好保护好自己的胃 这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身体 胃气温忽高忽低 引起感冒发烧 按摩三个血位 就能够起到退烧的作用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河骨穴 河骨穴 河骨穴就是我们常说的虎口 处于手背第一和第二掌骨之间 那河骨穴是一个比较好找的穴位 到我们把拇指跟食指并拢起来后 凸出来的肌肉对应的凹陷处就是河骨穴了 当出现发烧发热时 按压河骨穴一分钟左右 能疏风散表起到退烧的作用 曲池穴 很多人对曲池穴并不了解 曲池穴位于我们手肘附近 按摩这个血位能激发阳气 起到解表清热 卸内火的目的 人为发烧的时候 可以按压曲池穴两到三分钟 此外中医还认为 经常按摩曲池穴 能预防肺经相关的病症 大椎穴 大椎穴也是位于我们颈部 低头时可以摸到 颈厚的两个椎骨 在椎骨中间的凹陷处就是大椎穴了 那发烧时除了可以按摩大椎穴来退烧以外 也可以用刮纱的手法刮到出纱 也有明显的退烧效果